明依史坛的朋友们大家好 三天前准确的说 应该是快四天了吧 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 那么除了中国问题以外呢 我参与过的国际问题可能就只有中东问题了 不像说俄罗斯问题 俄罗斯问题提起来的时候我一直讲 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也是现学习 中东问题我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但是呢略知一二 在奥巴马政府的后期 我是非常反对当时奥巴马政府所设计的 这个从中东撤出的计划的 当时有一些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甚至写过一些报告和文章 那马后炮的讲呢 这个当年我们这些反对美国撤出中东的人的判断是对的 那么这个判断对呢就像我以往讲的一样并不是很神奇 因为你你这个判断是一个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嘛 对吧 你撤出那它自然会形成权力的真空 一旦形成权力的真空就会形成混乱 然后呢会有新的权力进去填补 那当然这个新的权力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而且从那个年代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到 那中国去填补中东权力真空的这种目的 或者说它的这种动机会比俄罗斯更大 因为俄罗斯呢它没有像中国那么强烈的对外的石油依赖 这个我们也讲过中国为什么要走这种电动车和绿色能源的道路 包括美国为什么要走这种新能源的转型 都有它的国家安全的考虑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讲这次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过去这几天怎么说呢 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艰难的度过过去这几天 我也非常的累 非常的累 我呢本人有两个以色列的朋友 一个是平民 一个是以色列国防军IDF 那么我也向他们询问了情况 这个平民呢跟我讲呢不是特别乐观 他的一个家人就被哈马斯恐怖分子绑去当人质了 生死不明 未来能不能平安的回来 还不知道 我们只能为他祷告祝福他 那我的这个以色列官方军的朋友呢 他收到了我的信息 但是没有回复 这个当然大家都可以理解嘛 现在这个时候军人应该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那么很多人都在谈论 到底是谁支持了哈马斯做出这么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当然我们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做过情报分析工作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呢要特别特别的避免陷入到阴谋论当中去 我们这种要避免陷入到阴谋论当中去呢 甚至都要做到较往过正 也就是说哪怕有一些东西看起来 哎似乎有道理 我们都要特别小心的去对待 为什么呢 因为做这个行业啊本身他就是要不断的跟阴谋论打交道 甚至说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带引号的阴谋论 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给出证据 但是它是一个事实 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人当作是一种阴谋论 但是你又不能真的是靠阴谋论去解释这个世界和分析这个世界 因为那样的话你是生活在想象当中 你就会被误导啊被自己误导 所以呢我们跟阴谋论的关系是特别微妙的 一方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不要被阴谋论套进去 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东西也容易被人当成一个阴谋论 所以有的时候的谈论这些话题并不能像普通人那么轻松 因为普通人有两类嘛 一类是他不在乎阴谋论 一类是他本身就是阴谋论的追捧者 当然也不能说人家是普通人 我们也是普通人 回过头来讲哈马斯的这次袭击 那从历史上来说呢 中东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他并不是一两句话 甚至他不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能讲明白的 但是他肯定也不是现在很多在中文和英文社交媒体上说的 以色列就是强占了加沙的土地 不是的 那么本身在加沙地区的土地大量是由私人购买的 那也包括巴勒斯坦人 那么阿拉伯国家呢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反对以色列建国的 这里面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也不是有些人说的说英国是这个罪魁祸首 当年确实英国人制定了规则 但是如果没有人没有英国人制定的规则可能会更乱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复杂的历史问题 那搞清楚这个历史问题的由来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不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我记得我讲英国讲德国好像都分别用了好长时间 是不是各自都差不多十个小时还有日本 如果要讲清楚中东问题啊 我觉得至少要有20个小时或者30个小时 如果我认为我能把我所了解的中东历史讲清楚的话 是这个体谅的 我没有办法压缩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把它讲清楚 尤其我本身我个人还有我自己的宗教背景和我的价值观背景 所以呢 这个我不太想去过多的讲这个话题 但是呢 我们除了历史的纠结 我们要考虑当下的现实 当下的现实是什么呢 当下的现实大背景呢 呃 我们主要能看到三个 第一个大背景就是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全球在应对气候危机的时候 往可再生能源的转型 这一定会影响到这种产油国家的利益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这个大背景呢我们可以管它叫一个比较松的或者比较慢的一个冲突 我觉得可以把它叫比较松和比较慢的一个冲突 那么另外两个呢 一个另外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快的和比较紧的一个冲突 那么更大的背景是什么呢 更大的现实背景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霸权争夺战 或者世界秩序的未免与挑战 那这个冲突是什么呢 这个冲突恰恰是介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 一个是比较松的比较慢的 一个是比较快的比较紧的 冲突之间的一种 不紧不慢 不松不紧 但是却是这个世界未来走向的最大的一对矛盾 最大的一个冲突 是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 基于这个大背景 我们再看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这个时间点和规模 刚才讲了一下阴谋论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今天所做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被公众所证实 因为我们这个领域的 我们这个行当出来的人 我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 是永远没有办法 被公众舆论或者公众媒体去证实的 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存在就没有价值了 对吧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情报和新闻是非常类似的 孪生的 但是也是相互矛盾的 一旦情报成了新闻 它就没有情报价值了 一旦新闻这个来源成了情报 它也不再可能具有新闻价值 所以呢 我只能说我讲的只是我一个判断 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 那我也不希望它成为阴谋论 以我对以色列的了解来看 以我对以色列的摩萨德 他的情报机构的了解来看 哈马斯要想做到突然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袭击 而不被摩萨德所察觉 甚至都没有被美国的CIA所察觉 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做到 而这种情况并不是目前的媒体 我指的是英文媒体所讲的 说以色列疏忽了 或者说懈怠了 或者说节假日 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也太低估摩萨德 太低估CIA了 对吧 甚至在那个地方不只是有摩萨德 不只是有CIA 还有英国人 还有德国人 德国人在那个地方也是很厉害的 当然也有俄国人 那么只有什么情况可以做到 让摩萨德毫不知情呢 就是这次袭击的操作和运作设计 是在哈马斯这个体系之外 进行运作和设计 而最终只交到哈马斯成员来执行的 也就是说整套的袭击作战方案 整套的这个事件的规划 不是在哈马斯这个体系内来完成的 那么当我说它不是在哈马斯 这个体系内完成的时候 实际上如果了解中东局势的人 也能明白 我也是在说 它也不是在伊朗这个体系下完成的 也就是说这套打法 这个动作 这个方案的设计 包括它武器的这种储备 这种资源的调配的运输 运输很关键的执行 它是在哈马斯以及伊朗以外的体系下完成的 那么这个体系必须具备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这个体系我们刚才讲了 它不能是在哈马斯这个体系内 不能是在伊朗这个体系内 它不能是在中东目前已知的力量的体系内 第二这个体系的资源能力必须 而且一定是大过中东这个区域的 一定是大过伊朗的 大过埃及的 那么我们用排除法来说 在我们目前这个世界上 能够运作这件事情 不在哈马斯的体系内 不在伊朗的体系内 且这个系统要大到能够在超过中东的范围内 去协调这些事情 去安排这些事情 当然执行它是在 在哈马斯的地盘上执行的 对吧 这没有问题 在加沙地带 但是我说的这个运作 我想能听懂的人 大家都懂 对吧 你设计一件事情 那不一定是在那里 包括武器的和装备的筹备 这个东西可大有学问 如果在本地做 那摩萨德不可能不知道 那么我们用排除法 谁有这个能力呢 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 有能力又具备这种动机的 国家和组织我们可以说是两个 或者说是一个确定的 一个不确定的 确定的是谁呢 确定的就是俄罗斯 不确定的是谁呢 不确定的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有这个能力 它有没有这个动机 我不好说 但俄罗斯一定有这个动机 因为俄罗斯是破关子破摔嘛 对吧 他给美国填点乱 给世界填点乱 转移点注意力 这对他没有坏处 那么中国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发挥作用呢 我不知道 我坦率的讲 就是不知道 你问我怎么判断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太难讲了 那么中国外交部 为什么没有及时谴责哈马斯呢 我倒认为 这不能推导出中国支持了哈马斯 而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几乎是处在一个瘫痪的状态 外交部不知道习主席啊 不知道习皇帝是什么想法 怕说错话 而习皇帝为什么没有想法呢 那很简单 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他忙的过来嘛 对不对 他还没有来得及有想法呢 他还没想明白呢 是吧 我相信他这个智商想明白这个事还是得用点时间的 那所以我们也不能够通过外交部没有去谴责哈马斯 习近平没有去谴责哈马斯 而轻易的就讲中国支持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说中国一定是在俄乌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的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不过是支持的程度在哪里 那么如果俄罗斯被证明是支持了哈马斯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中国是支持了支持哈马斯的人呢 我想是可以的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历史 在中国最弱的时候 在民国甚至在清末 在民国吧 就是说民国以来 北伐政府以来 中国在历次的世界风云变换当中战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很幸运的 占了正确的一对 就是做了正确的选择 但是 今天的中国 似乎是已经陷入到一种 不做错选择就不可能的 这个恶性循环里 就是每逢选择必选错 这个结局会怎么样的 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呢 我又跑题了 把这个话呢 再拉回来 为什么我说 以色列这个火药桶 中东这个火药桶 你是不能点的 是因为 像俄乌战争 虽然它也是一个非常让我们难受 非常让我们纠结的一场冲突 但是 俄乌战争毕竟是两个有组织的 有建制的国家之间的战争 而中东不是这样的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是一个国家和恐怖组织之间的战争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个战争的扩散性 和可能扩散的可能性 要比俄乌战争大得多得多 它的靠谈判去解决的可能性 要比俄乌战争低得多得多 它的复杂性 牵扯的国家各方利益 也非常的麻烦 实际上 我们刚才讲到 有两个国家和组织 有这种能力运作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考虑到了 动机 如果不考虑动机的话 或者说我们不考虑 那么明显的动机的话 土耳其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问题是 我不认为土耳其 有这么大的胆量 或者说有这个动机 让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我认为土耳其没有这个动机 所以我把它给删除掉了 那么到底是谁 挑起了这件事呢 到底是谁设计了这件事呢 我们没有答案 未来有没有答案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是谁 它的确是打开了地狱的大门 愿上帝保佑 以色列 愿上帝保佑 我们每个善良的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请不吝点赞 打开